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 邀请了在上年其中一位 减肥减得非常成功 而且来到今年 依然都保持了很fit身形的朋友 我们非常欢迎 阿峰 大家好,我是阿峰 阿峰,我知道 上一年你减重的过程 减得很好 你可否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你减了多少 好,上一年 油脂肪到19% 减到14% 足足减了5% 我想问一下 在上一年 你会这么有动力 这么有决心 为行减了program 和减得这么好 整个过程 好,上一年 因为发生了一件历史事件 就是疫情爆发 我亦都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 就是每天都留在家 吃什么 就是每天都叫pizza的外卖 我家人都对我很好 他们三个人 就是吃半个pizza 就留下半个pizza 给我自己一个人 吃光 我就连续三四晚 就试过最高峰 都是这样 有一天 突然之间 自画镜子 发觉镜子里面 那个不是很像我 不是很明明 这个是哪个 我就觉得 不是很多队路 都是要减一下 自画镜子 是会增加动力的 我想问一下阿峰 整个过程 那是怎样去行的呢 因为有些朋友 都会对于一般的减肥方法 会抱有一些问题 就是会不会 整天都要饿 有时工作很忙 又吃不到东西 那你试过程是跟着 怎样的呢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好啊 那我去年 主要是跟了一个 CA business 的体重管理program 其实 不会复杂的 因为我之前都试过 好几个不同的方法 就会减肥了 也都成功的 但是会反弹得 都很成功的 那我今次的program 就主要是跟着餐单吃 也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大家周街 茶餐厅都已经可以吃到的了 所以就算上班 没有时间自己煮 都可以跟得到 那你整个过程 在吃东西 会不会遇到一些 很难跟的状况呢 其实又不怕 因为我主要是 开了一个教练群 那里面呢 每一餐 我都会拍张照片 给一些教练看一下 看看是否合格的 那他们pass了呢 那我就知道 原来这样就ok了 那我就照着每一餐 都这样上下 这样吃就可以了 名副其实 的食住瘦 又不用够饿 还减肥 今年的身体 依然保持得那么好 多谢多谢 我知道呢 阿峰来到都会去参加 今年的即将举行的 体重管理大赛 那你有没有什么说话 可以呼吁一下 我们要参赛员的选手呢 哦 好啊 大家一定要跟着这个 program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拥有 fitbar的身体 那期待到时 在体重管理的公开大赛 报名现场 都见到这么多位 我们到时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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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